反而我覺得我們進入這個團體之後 朋友有稍微變少了一點 因為我們六個都一起工作嘛 那其實六個人就像朋友又像兄弟又像家人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就是跟外面朋友接觸的時間反而就變少 反而跟其他人接觸的時間變多 所以多少外面的朋友還是會講說 欸好啊你就是現在紅了啊都不跟我們聯絡 但其實不是故意是因為真的很忙 對但如果真的有抽空有時間的話 當然還是會見個面 嗯 基本上解散這個這兩個字 在我們的討論當中是沒有出現 就是我們開會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 那我相信如果以後出現的話大家一定會知道 那如果說以後我們 沒有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會不知道是因為假裝解散的意思嗎 欸我們今天假裝解散但我們明天又合體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不可能會解散 這句話我講得很重 所以大家要記住這句話 我們不可能會解散 好不好 記住我們不會解散的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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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訴你們 好 我們有可能單飛去做自己的工作 但是不可能會解散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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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